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用這個道教的伊犁 來先跟大家問候一下 非常感謝 我們松山慈惠堂的邀請 松山慈惠堂在每年 都會辦一個非常盛大的活動 母娘文化祭 大概是2007年開始 今年是第16年 這個活動可以這樣持續的舉辦 非常的不簡單 而且是台北市一個宗教文化的盛會 松山慈惠堂在這幾年 它是一個非常重視 道教文化的一個宮廟 所以它現在配合母娘的文化祭 會專門做一個禮斗法會 一開始跟大家用的 這個道教的伊犁 我們會稱為手抱太極 這個部分我們知道佛教都用雙手合十 道教有它自己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叫手抱太極的一個伊犁 這一塊在台灣有很多的廟 其實是一個道廟 特別是松山慈惠堂 在台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領頭作用 所以說以後大家如果來松山慈惠堂參拜的時候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 道教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問訓的方式 就手抱太極 然後來跟我們的母娘 跟我們的眾神來請安 然後來祈求 那這次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今年母娘文化祭的活動 一樣有安排了一個非常大的安隆蟹土的活動 有安排一隻很大的米龍 那這個部分我們由李峰茂院士為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解釋 那我這邊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們做母娘文化祭這幾天的李斗法會 李斗法會這個部分是道教一個專門的一個科儀 我們有一個台語的俗宴叫 所以說我們很簡單的理解 基本上這個李斗法會是由道士一個專門的科儀在執行的 那這一次我們很榮幸就是邀請到我們郊西的威徵堂 他們已經至少從事三年以上 然後在我們松山慈惠堂來協助這個李斗法會的活動 那郊西威徵堂它是從中和訪寮威遠堂 林錯派這邊一個釋交 長期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師承跟一個交流 所以把一個完整的台灣北部正義派的科儀傳承下來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會很完整的掩飾 研究道教科儀的朋友 或者是一般我們對這個道教可以感興趣的朋友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在這個道教裡面最重視的就是一個齋教科儀 那松山慈惠堂在母娘文化祭所做的李斗法會 完全是用這個齋教科儀的規模來執行 齋教科儀我們當然會講目前做幾朝幾朝 一天就是一朝三天三朝五天五朝七天就是七朝 那在這個朝儀裡面最關鍵的是朝科 在台灣北部正義派會做早朝五朝晚朝跟一個宿朝陸教 那在這幾個朝科都是我們原來最早 道教歷史上六朝時期就很重視的一個朝儀跟齋儀 那到了宋代開始基本上這個教這個名稱 已經成為我們華人信仰文化最普遍的一個儀式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一個齋教 那在這七天的活動裡面 嬌西衛生壇然後仿寮威遠壇跟台灣北部正義派 非常一些頂級優秀的道長還有一些年輕的道士們 他們會一起合作然後來為松山慈惠堂 把這個母娘文化祭的活動 基本上在道教科儀這個部分 會做一個最完美的展示跟展演 那這一塊在以後松山慈惠堂要來推廣這個道教科儀的文化 然後想要成為我們目前台灣道教科儀的一個中心 一個領頭羊 希望有興趣的不管是我們一些學者學生 或者是一般的信眾都可以在這幾天 農曆3月4號然後國曆是4月23號開始起教 那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來慈惠堂來參觀來參拜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